本月22日,一名纽约警察被停职,并且面临指控 而原因是,该女警在一家巧克力店打上了一名18岁的男孩 这是上周日晚发生的一起事件 据悉,当晚30岁的纽约警察,阿曼达和母亲及同伴去了这家巧克力店 但当得知,商店已关门时,他却拒绝离开 并且拖下自己的夹克,大声吵闹,似乎想要打架 随后,店家报了警 警方当局拒绝对该段视频发表评论 虽然该女警已经被释放,但她承诺在法庭上出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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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